VLU Cup函数如何来进行多条件查找 这是一份某公司的业绩记录清单 业绩记录单里面有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业绩 这是一份查询表 现在呢我们要通过日期和姓名去查询曹操的业绩 我们知道VLU Cup函数可以很方便地对数据去进行查找 但是呢这里我们的日期不是唯一的 姓名也不是唯一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先构造一个唯一的辅助链 这里我们把日期和姓名通过一个暗的连接符连接起来 把公式往下拖动 构造成这样一个唯一的辅助链 现在呢就可以使用VLU Cup函数去进行查找了 输入公式等于VLU Cup 在查询表这里同样把我们查询表这里的日期和姓名连接起来 第二个参数查找的范围 选择我们包含辅助列的这块区域 注意这里要使用绝对引用 RF4件可以快速切换引用形式 第三个参数 业绩呢在我们这块区域的一二三四第四列 所以第三个参数停四 第四个参数使用精确匹配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往下拖动 这样呢就找出了7月1号和7月2号草操的业绩 使用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唯一的辅助链 是一个经常使用到的技巧 使用VLU Cup函数 Countif函数 或者其他的查询的函数 当我们的这块标识不是唯一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去查找